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次热门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世界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吧 首先让我们谈谈特朗普先生的最新言论 这位前美国总统最近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表示 如果他不能当选 美国将会看到一片血海 这番言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不过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解释说 他是在谈论拜登政策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影响 不过这番言论也让人想起了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大厦事件 让人担心是否会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 接下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迪亚兹巴拉特议员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美国必须继续领导世界 对抗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 他强调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目标之一 是阻止冲突爆发 特别是避免对台湾的军事干预 迪亚兹巴拉特议员还提到了TikTok的问题 支持将TikTok同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玻璃的法案 最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韩国 参加第三次民主峰会 这次峰会的主题是 面向未来一代的民主主义 旨在展示美国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 如何组织起来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 布林肯在访问期间将会晤韩国外长赵对列 讨论如何强化两国同盟关系等议题 那么今天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的新闻故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特朗普如不能当选将会看到一片血海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如果特朗普输掉总统大选 美国是否会陷入一片血海 这位该国前总统的一番言论再次引起了公众的不安 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具体意图是什么 在最近的一次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宣布了如果胜选 将如何加大对中国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的限制时 做出了上述评论 这位共和党人 中国在墨西哥建造了一些巨大的工厂 并想最终将那里生产的汽车销售到美国 就此 特朗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警告称 我们将对每一辆越过边境的汽车 征收100%的关税 如果我当选 你们将无法再销售这些汽车 紧接着他说 如果我没被选上 将会出现一片血海 这个国家将陷入一片血海 再来一次1月6日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竞选团队 抓住了特朗普的这一言论 并指责这位共和党人 想要再来一次1月6日 CNN报道称 拜登团队是指2021年1月6日的事件 当时特朗普的支持者 冲击了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特朗普和拜登 极有可能将在11月的选举中再次对决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进行了反驳 称这位前总统是在谈论拜登政策 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影响 CNN援引竞选发言人卡罗林 莱维特特尔兰·雷维特的相关表态 报道称 特朗普的意思是 拜登的政策将会给汽车工业及其工人 带来经济上的血腥灾难 这不是特朗普在俄亥俄州出现时对即将于11月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 做的唯一一次挑衅性评论 这位77岁的老人在该州的选战活动上表示 如果这次选举没有赢 我不确定这个国家是否会再有选举 历史性的大选 3月中旬 在佐治亚州初选中获胜后 现任总统拜登已获得了党内提名所需要的1968票 这意味着 他将再次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 而在佐治亚州面临起诉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于3月12日在佐治亚州 密西西比州和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获胜 以此 他也赢得了所需的1215名代表席位 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最后一个竞争对手 前联合国大使黑利 Miti Haley上周退出了竞选 特朗普和拜登的出现意味着 这将是美国近70年来首次有两名相同的总统候选人 再次对决 德西社 美联社 路透社 专访众院拨款委员会资深议员迪亚兹·巴拉特 中国是全球最大法西斯独裁国家 美国必须继续领导世界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 马里奥·巴拉特周三 3月13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美国要利用一切外交和经济工具 把中国当作一个对美国和世界日益增长的威胁来对待 他强调 美国必须继续领导世界 不是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 而是努力让人们实现最终目标 那就是自由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迪亚兹·巴拉特议员 是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 也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务院 对外运作和相关项目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拨款委员会是众议院权力最大 最有影响力的委员会之一 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 共同负责通过每年的拨款法案 这些法案规范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 在拨款委员会下 迪亚兹·巴拉特主席主持的小组委员会 专门负责审议美国国务院 国际开发署 全球媒体总署 美国在台协会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等 机构的拨款法案 他说 在印太地区 美国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阻止冲突爆发 而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要避免中国做出愚蠢的事 即避免中国不负责任地 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 今年是作为美台关系基石的台湾关系法 Tawang Relations Act生效45周年 迪亚兹·巴拉特众议员说 美国国会和台湾保持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 美国在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方面 必须确保台湾拥有所需的一切武器装备 让中国明白 试图入侵台湾 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提议 迪亚兹·巴拉特众议员 与另一位众议院 台湾连线民主党籍的共同主席 阿米·贝拉众议员 Rap 奥米·贝拉 在今年1月 台湾总统大选结束后 到台湾进行访问 迪亚兹·巴拉特赞扬了台湾的民主发展 并称 台湾是在全球复杂局势中的一盏灵灯 众议院在3月13日以跨党派的支持通过法案 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 必须出售其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子公司TikTok 否则TikTok将面临在美国禁用的命运 对此 迪亚兹·巴拉特表示 他支持这项法案 我们不能将美国人民的信息传递给一个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子公司的实体 他说 以下是这次专访翻译 为求语句流畅 部分文字稍有删减 VOA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颁布45周年 华盛顿的共识是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美国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现在可以采取哪些最重要的行动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迪亚兹·巴拉特议员与台湾的关系一直非常特殊 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它是个民主国家 它在世界上一个很复杂困难地区是一盏明灯 这个关系很有意思 它的基础是台湾关系法 这个法是由国会制定的 这确实是台湾与美国国会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反之亦然 关键是要避免中国做出愚蠢的事情 避免中国不负责任地试图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 而阻止这一切的方法就是确保台湾现在就拥有所需的一切 劝阻中国共产党不要做出对该地区 台湾 美国和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决定 我认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确保台湾拥有所需的一切武器装备 让中国明白 试图入侵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提议 VOA 拜登政府上个月批准了一揽子对台军事装备销售计划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 这可能不足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侵略 您对此有何看法 您认为对台军售是否足够 迪亚兹 巴拉特议员 我认为对台军售必须加快步伐 我们必须更加积极 台湾希望能够自卫 他们并不要求美国驻军 他们要求的是美国的装备 坦率地说 他们想买这些装备 因此 如果你看看我们正在拨款委员会里讨论的众议院法案 我们实际上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台湾提供了外国军事融资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FMF 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 至关重要的是 台湾要尽快得到他们所需的东西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 我们的工业基础需要进行改革 使其变得更有能力 如果我们与中国发生重大对抗 我们的工业基础实际上无法应对 因此 阻止中国共产党做出蠢势的方法 就是确保台湾拥有自卫所需的一切武器装备 如果中国试图进行军事干预 要让他们很难成功 甚至最好是不可能成功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显然 不仅要直接协助向台湾运送武器装备 出售武器装备和运送武器装备 我们还必须跟上国内的国防开支 以保持军事工业基础的活力和良好状态 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的情况表明 我们在工业基础方面 还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水平 VOA 您在1月份台湾大选刚结束 就访问了台湾 那次访问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你们讨论了什么 迪亚兹巴拉特议员 谈了很多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新闻界非常积极 这是好事 它拥有积极的自由媒体 台湾现在显然有三大政党 以前有两个 现在出现了第三个 我们拜访了当选总统和当选副总统 也拜访了即将卸任的总统 但我们也会见了其他两党的领导人 因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表明我们珍惜 热爱民主和自由 台湾是自由和民主的灯塔 我提到 新闻界非常积极 这就是民主应有的样子 因此我们在那里看到了民主的生动色彩 这很棒 还有台湾 你知道的 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海军基地 所以台湾正在尽其所能 阻止中国共产党做出蠢事 但我们这边还能做更多 中国是最大 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VOA 美国两党一致认为 中国是美国未来几十年 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之一 您认为 美国目前应该优先处理的 对中国关系是什么 迪亚兹 巴拉特议员 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认识到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 它是全球最大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也是全球最富有的法西斯独裁国家 它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 你知道 我们看到在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 我们知道 这些攻击来自共产主义中国 我们还知道 有成千上万的处于军人年纪的男性 从中国越过南部边境 坦率地说 这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感到害怕 联邦调查局会告诉你 美国境内的中国特工人数令人担忧 也应该令人担忧 因此 这是一个敌对国家 我们需要避免战争 但避免战争的方法是认识到 你有一个需要应对的对手 而且需要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来应对 以避免战争 这意味着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和经济工具 把中国当作一个对美国和世界日益增长的威胁来对待 例如 你会看到 在该地区 各国都对中国的咄咄逼人非常担忧 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 甚至是越南 世界对中国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越来越感到担忧 但我们需要采取真正的措施 以避免战争的方式来应对这一问题 TikTok必须从其母公司剥离 VOA 众议院刚刚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玻璃 TikTok 您支持这项法案吗 迪亚兹巴拉特议员 我绝对支持 有趣的是 委员会以50票对0票通过了这一提案 在这里 你知道我提到过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这里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你知道 这里有反对派 有意见分歧 有党派之争 但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看到了 50票对0票 委员会两党一致通过 他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 关于这项法案有很多错误信息 很多人说 这是要禁止TikTok 不 他基本上是说 你必须剥离 要本质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中剥离出来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苏联帝国时期的苏联控制 并拥有一个美国的主要电视网 像美国广播公司ABC 全国广播公司N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为什么 因为这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在现代这种情况下 它甚至影响力更大 因为他们不仅有机会进入人们的家庭 而且能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取信息 他们在这方面已经相当有能力 而且非常积极 因此TikTok必须从其母公司剥离 这是我们最起码的要求 如果这样 他们就可以继续运作 但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将美国人民的信息传递给一个实质上 是中国共产党子公司的实体 美国必须在人权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VOA 您一直在世界各地倡导人权和民主 在美中关系中 人权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布林肯国务卿抵达韩国 参加第三次民主峰会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3月17日抵达韩国 这是他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短暂亚洲之行的第一站 以加强华盛顿同区域两个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 在第三次民主峰会预计星期一召开之前 布林肯星期天下午飞抵韩国 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倡议 本周将由首尔主办 在到达首尔之前 布林肯曾在巴林短暂停留 同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和 Mod bin ISA Al Khalifa国王举行会谈 讨论在加沙实现停火的努力 第三次民主峰会 从3月18日至20日举行三天 与会的有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成员 这次峰会的主题是面向未来一代的民主主义 首尔是华盛顿在亚洲的主要盟友之一 美国在韩国驻扎着大约27000名军人 帮助保护韩国对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 首尔的保守派总统尹锡悦 强化了韩国与美国的关系 并且寻求与前殖民国家日本兵士前嫌 以便能更好的防范平壤的威胁 布林肯将会晤韩国外长赵对列 Choteyo 讨论如何强化两国同盟关系等议题 韩国外交部说 与此同时 华盛顿和首尔还将探讨如何改善两国所谓的 对朝鲜的延伸威慑 这次民主峰会因其有选择性的邀请名单 排除了自我认定为民主国家的泰国和土耳其等国家 而招致了一些批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 此次峰会展示了美国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 如何组织起来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 美国还将强调自上次民主峰会以来 在打击商业间谍 软件扩散和滥用方面取得的进展 米勒说 在结束对首尔的访问后 布林肯国务卿将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 重申我们对菲律宾盟友坚定不移的承诺 布林肯将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等政府官员 讨论菲律宾与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 预计南中国海争端可能是讨论的主要议题 美国正在加倍努力改善与马尼拉等地区盟友的长期关系 以制衡中国 北京最近指责华盛顿在南中国海争议上把菲律宾作为棋子 此前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两国争议激烈的岛屿周围 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拥有主权 无视东南亚几个国家的声索主张 以及宣布其立场毫无根据的国际裁决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普京大选获胜虽无悬念 最后投票日获见中午反普京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大选历时三天的投票 星期天3月17日进入最后一天 现任总统弗拉底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在消除一击打压意义之后 即使没有开票 就已经吻获压倒性胜利 但是被禁止参选的反对派 仍在呼吁民众 在投票日最后一天的中午 前往投票 所表达象征性的示威抗议 现年71岁的普京 1999年首度出任俄罗斯总统 如果他能把未来六年新的总统任期做完 那他在位时间不仅超越苏联时期的独裁者斯大林 而且成为俄罗斯过去200多年 主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此次大选进行之际 普京以特别军事行动之名 对邻国乌克兰无端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 这是二战以来 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 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 路透社周日报道 就在俄罗斯民众走向投票所的三天里 俄乌两军的激烈交锋也如影随形 俄罗斯周日称 乌克兰对俄罗斯广泛地区 发动了35架无人机袭击 包括针对莫斯科 引发一个炼油厂发生大火 另外一些地区断电 俄罗斯萨玛拉州州长星期六表示 当地两家炼油厂 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并引发大火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同一天 俄罗斯别尔戈罗德州州长 也对外表示 州府别尔戈罗德市 当天遭到乌军部队的炮击 导致两人丧生 三人受伤 这位州长还在社媒上贴文说 由于来自乌克兰的袭击增多 州政府已经决定 当地的购物中心 在星期日和星期一两天不营业 学校也将在星期一二两天停课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向记者表示 星期六凌晨 乌克兰破坏分子 数次尝试入侵 俄罗斯别尔戈罗德州 和库尔斯克州领土 但是2500名破坏分子中 有1700人损失 包括550人丧生 这家俄罗斯通讯社还说 乌克兰破坏分子星期六 也试图从苏梅州居民点 波波夫卡方向 以及从别尔戈罗德州 斯波达柳什诺 和科金卡方向 越近向俄罗斯渗透 但是被俄军击退 乌军因此损失30名官兵 两辆装甲车 三辆坦克 和两套多管火箭炮发射车 与此同时 乌克兰七个州星期天凌晨 陆续拉响防空警报 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 实施空袭 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乌克兰军方周日表示 在黑海的港口城市奥德萨 俄罗斯的连夜空袭 摧毁了农业企业和几个工业建筑 乌克兰防空部队 在电报社媒平台上说 俄罗斯发动了16架无人机 和7枚导弹袭击 14架无人机 在奥德萨地区被击落 路透社说 尽管此次大选的选票上 根本没有普京的对手 克里姆林宫还是希望看到超高的投票率 以表明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 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官员表示 在星期五六两天的投票中 全国选民的投票率已经冲到60% 两位反对乌克兰战争 并且真正得到许多俄罗斯民众支持的候选人 被克里姆林宫禁止参选 而对普京威胁最大的反对派领导人 奥列克西 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上个月在西伯利亚 北极圈内的一个监狱中突然离奇死亡 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呼吁俄罗斯民众 在投票日的最后一天中午前往各地的投票所 但是不投票 只是现身表达无声的抗议 这项得到纳瓦尔尼生前认可的抗议行动 被称为中午反普京示威活动 今天我们要对我们大家说 中午仅仅是个开始 路透社引述中午反普京示威倡议活动 星期天一早在社媒电报上的贴文说 是的 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害怕 是的 做这样的选择并不轻松 但是我们是人民 我们直面我们的选择和责任 倡议活动的贴文说 路透社报道说 在前两天的投票中 俄罗斯各地发生了一些零星的抗议事件 有些投票点被放火 有的投票箱被喷洒颜料 而俄罗斯官员则称作 这些举动的人为败类和叛徒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在俄罗斯远东的新西伯利亚市的一个投票所 星期天中午约有100人出来排队 而俄罗斯在海外从泰国到悉尼 从比什凯克到塔什干开设的投票所前面 星期天中午也出现大排长龙的人群 但是目前并不清楚 这些人是前往投票还是现身抗议的 普京两年多前发动乌克兰战争 并在俄罗斯国内发布动员令时 很多俄罗斯10年轻人都已经逃往国外 而许多反对普京的俄罗斯人也离开 普京虽然在俄罗斯国内表现得像个强人 西方对他看法普遍负面 称他为独裁者 战争罪犯和屠夫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